哐当 大门被猛地踹开 贱人 让我看看 谁想捡破鞋 陆远泽面容猙獰地站在门口 许氏本跪在地上 此刻静下地跌坐在地 皇帝站在帘子后 目光微沉 你来做什么 这不是你能来的 快滚出去 许氏心头狂跳 陆远泽疯了 他知道里面是谁吗 陆远泽冷笑一声 三四个壮汉进了门 这京城 有什么地方 我去不得 许氏 你一个带子女合离的贱人 也敢二嫁 老子倒要看看 是谁那么不挑 捡破鞋 陆远泽一步步靠近 许氏眼皮子狂跳 滚出来 老子不要的女人 你也敢要 怎么 鸡不择食啊 陆远泽痴笑一声 上前便伸手掀开了帘子 你们这对间 话音未落 随着帘子掀起 宣平帝面色平静地看着他 身后王公公面色讥讽 旁扶看着死人 宣平帝面色平静 可眼中怒火滔天 陆远泽恍若雷劈 惊恐地呆滞在原地 嘴唇大张 喉咙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怎 怎么会 陛下 啪哒 陆远泽浑身发软 心跳如雷 后背都被冷汗尽湿 膝盖一软 便跪倒在地 浑身都在哆嗦 颤抖个不停 逼 逼陛下 他声音都带着恐惧 怎么会 许氏怎会和陛下在此 许氏的肩膚是皇帝 想起方才他的大逆不道之言 陆远泽恨不得昏死过去 饥不择食 剪破鞋 混账东西 皇帝冷笑一声 抬起一脚 便踢在陆远泽心口上 哎哟 陆远泽痛得哀嚎一声 整个人被踢得蜷缩在地 痛得浑身颤抖 立马又哆哆嗦缩墙撑着爬起来 一边抖 一边哆嗦 跪在皇帝脚下 心口痛到极致 只觉五脏六腑都移了位 原本马上风就伤了底子 如今雪上加霜 陛下这一脚 是夹带了丝绸的 微臣该死 微臣该死 微臣不知 陆远泽方才有多嚣张 此刻就有多慌 陆远泽猛地抬手 朝自己脸上扇去 啪 啪 自己个儿左右开弓 一巴掌比一巴掌重 山的脸颊通红 磨一会儿便嘴角带血 脸颊轻肿 可皇帝不喊停 他只能跪在地上一只山 微臣该死 微臣该死 啪啪 夹杂着巴掌声 格外有节奏 带来的几个壮汉 早已跪倒在地 乖乖 捉奸捉皇帝头上了 忠勇后悔啊 恨啊 可心底更多的是震惊 许氏竟然搭上了皇帝 更让他震惊的是 皇帝亲自扶起了许氏 许夫人品行端庄 虽为女子 但对北昭赤胆忠心 且叫女友公 朕要重重赏你 皇帝亲自扶起许氏 此事 既然你我说定 便不可再变卦 皇帝深怕许氏反悔 朕回头便命青天间 则良日赐封 皇帝畅快地笑出声 终于把陆朝 招拐回自家了 王公公笑着对许氏道 许夫人 塞翁施马 言之非福 您的福建 大着呢 他看了眼中永侯 有的人 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带皇帝离开 许氏才悠悠地 看向中永侯 中永侯依旧跪在地上扇巴掌 左右开弓 嘴角已经开始滴血 侯爷 你这张脸 是得好好扇一扇 瞧瞧 这多大的脸啊 我二嫁与否 干亲和事 侯爷真当所有人 都与你一般不要脸吗 许氏痴笑一声 面上毫不掩饰的嘲讽 恨得陆远泽咬碎了牙 许氏脆了一口 唾沫直接吐他脸上 登之 我们走 伴随着啪啪巴掌声 许氏轻笑 陆远泽 你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中永侯一直扇耳光 扇到昏厥 才被抬回府 刚回府 便听说 中永侯冒犯圣上 官将一级 整个中永侯府如丧考彼 许氏回府时 府中已经开始关闭门窗 四处贴府 今夜便是中元节 希望能平安度过 中元节又叫避岁日 这一日 邪岁肆虐 生人闭门不出 唯独满怀朗朗书生气的读书人 能屈险 陆昭昭坐在门口台阶 手中拎着一只焦香的烤鸭腿 啃得满嘴是油 你哪里来的烤鸭 许氏刚下马车 温姐姐送搭 烤鸭外焦里嫩 咬一口滋滋冒油 陆昭昭小脸都花了 陆正月双眼通红 死活想不通魏石魔 魏石魔 他送温宁一对鸳鸯 温宁回他一碗烤鸭呢 到底什么意思 陆昭昭才不管二哥死活 他有鸭腿就行 昭昭等君安哥哥 接儿谢君安回京 直接送来陆家 许氏眉宇忧心 昭昭 你真能护住四皇子 他是知晓四皇子的 命格奇特 生来昭邪 出生便养在护国寺 贤妃不知为他落了多少眼泪 梁卿放心 这世上 我若护不住 就没人护得住了 昭昭超级厉害 许氏对陆昭昭的厉害 一无所知 许氏无奈 接儿长子陆艳书 要带领学子驱邪 他便将陆元霄 留在家中 听说驱邪队伍 分为两拨人 一队以艳书公子为首 皆是以前的同窗 一队以陆景怀为首 听说队伍极其壮大 是艳书公子的好几倍 两人一左一右 同时出发 天亮前会合 希望公子平安 灯枝轻轻叹了口气 不只是驱邪 也是一场交锋 下午 道路两旁跪满了人 都在忙着烧纸祭祀 太阳即将落山 京城已经空荡荡的 行人早已闭门不出 门窗紧闭 气氛略微紧迸 一辆马车急驰而入 直冲冲地朝着陆家而来 赶在天黑前 停在了陆家门外 快快快 快入门 小丝巾的面色煞白 背着四皇子便一路冲进陆家 最后一丝阳光消失 黑夜笼罩大地 无数斜碎 自阴暗处凭空出现 朝着京城而来 呼 差点赶不上 吓死奴才了 小丝瘫坐在地 若四皇子留在户外 不亚于灭顶之灾 谢君安坐了一天马车 身子骨酸疼 他依旧强撑着站起身 对着陆昭 昭到了个谢礼 昭昭 谢谢你了 谢君安面色苍白 原定五月来 头奔昭昭 因护国寺拖到了七月 小和尚眉头紧皱 昭昭 真能护住他吗 夜色降临 斜碎降临人间 忠勇侯府却一片哭声 侯爷 您到底做了什么呀 裴侍抹泪哭泣 斥责的旨意一出 陆远泽官将一击 这也就罢了 他被抬回来时 一张脸被打烂 连说话都流口水 陆远泽不敢提 侍从也不敢透露分侯 你们不是去找许氏了吗 怎会惹得陛下降罪 陪氏眼眶通红 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做了十八年外事 生儿育女 只等着顶替许氏 做忠勇侯府主母 谁知道 忠勇侯府是个空壳子 男人又被降罪 他的命好苦啊 别提了 陆远泽听他提起许氏 深怕对方联想到陛下 顿时怒斥 死 一说话 脸颊便痛到极致 陆远泽摆了摆手 陪氏不甘地闭嘴 自从他与陆远泽 被现场捉奸 陆远泽便再不来他房间 连他正式的脸面都不给 他暗暗瞪了眼苏氏 俨然恨到了极致 明明给许氏培养的大杀气 竟然转头对准了自己 无数个夜里醒来 他都会抽自己两耳光 苏氏轻面无表情 他不恨陪氏 他不止恨陪氏 也恨陆景怀 他的孩子落胎了 自从侯爷马上风被抓 侯爷便 苏氏满脸屈辱 侯爷再也无法行敦伦之礼 我的儿啊 陛下怎么这么狠心 老太太瞧见他如此惨样 早已心痛地落泪 景怀呢 陆远泽微闭着眸子 好似抬眼多么力气 陪氏面上多了一抹笑意 准备今夜的驱邪呢 他暗朝苏氏挑了下眉 露出一丝得色 景怀文采非凡 金钟学子推崇他 以他为先呢 他呀 是侯府的骄傲 陆远泽点了点头 只眼神落在苏氏身上 呼吸微重 这两人 当真清白吗 他拳头捏紧 儿子与平妻有牵连 这是想也不敢想之事 夜里 陆景怀出了府 陆艳淑出了府 娘 您放心 儿子必定平安归来 身为读书人 这是艳淑的使命 也是每个读书人的使命 宣平帝重文 也是因圣人之气 可驱散邪碎 徐氏看着陆艳淑离开 眼中满是担忧 黑雾席卷 下人赶紧关门 脚步飞快地躲进了房内 陆昭昭却是坐在窗边 看着天空 轻轻疑了一声 疑 陆昭昭坐起身 不对劲 四皇子谢君安却是浑身哆嗦 七月酷暑 而他睫毛都染上一层寒霜 不对 昭昭 今夜不对 四皇子从怀中掏出符咒 这 方丈以心头鞋所画符咒 早已画成一堆灰烬 小和尚面色巨变 这才刚开始 护身符竟已成灰烬 刚说完 御书御情便浑身一软 倒在地上 御书姐姐 毫无反应 招招站起身 奶壶都莫待 小脸紧蹦 迈着小短腿便出了门 梁青 许氏的卧房内 竟毫无声音 陆朝朝急忙推开门 只见屋内歪歪扭扭导着一堆人 梁青 梁青 陆朝朝摸了摸许氏鼻息 发现许氏只是昏睡过去 偷偷松了口气 他又在府内四处呼喊 竟发现满府都陷入昏睡 四皇子抱着双臂 好冷 好冷 朝朝 好冷 陆朝朝眼眸凛然 屈指一点 一道微光弹入他的眉心 四皇子浑身寒意如潮水般褪去 浑身暖洋洋的 让他煞时恢复清明 谢君安猛地看向昭昭 目光灼灼 眼神中满是惊喜 陆朝朝却不曾看他 小脸少有的紧绷 气氛这般紧绷 陆朝朝突的一句 我狗呢 四皇子 您的狗 昏睡了 陆朝朝眼神落在他身上 四皇子瞪大眼睛 指了指自己 陆朝朝缓缓点头 拍了拍自己的小短腿 腿短 跑不动 四皇子摸了摸光头 默默蹲下身子 心甘情愿地背起他 去哪里 陆朝朝指了指门外 四皇子没有半分迟疑 陆朝朝的能力不容置疑 他 只是困在小小的身子里 果然 京城内静的圣人 好似天地都陷入沉睡 两人四处打探 四皇子面色越发严峻 全都陷入沉睡了 全城 都陷入沉睡了 四皇子担忧地看向皇宫 黑暗中 庞大威严的皇宫 依旧亮起光芒 庞府已经是最后的抵抗 这是怎么回事 陆朝朝低声嘻喃 四皇子面色极其难看 我们怕是遇上 数百年难遇的大难了 我曾在护国寺藏书阁中 看到过一段秘星 自人间有记录以来 每隔百年 亦或是千年 人间便会出现大邪碎 四皇子嘴皮发白 眼中甚至出现一丝泪光 但凡他所到之处 整座城市都会陷入昏迷之中 他好似在寻找什么东西 可谁也不知 他到底在找什么 他游走三件 他便每一寸土地 一株草 一棵树 一枝花 都是他找寻的方向 有时候 他会悄无声息地消失 有时候 他也会突然失控 轻而易举 粉碎一整座城池 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陆昭昭瞪大了眼睛 那是什么邪碎啊 他竟然从未听过 四皇子摇了摇头 那本书只记录了这一段 留作后人查阅 旁的部分 都被撕毁 早已不知所踪 今日 他来到了北昭都城 若他颠覆整座城池 只怕 北昭危在旦夕 那边有声音 走 我们去看看 四皇子背着路 潮潮一路狂奔 可他才六七岁 到底有些吃力 只能跑一段 歇息一会儿 是驱邪的读书人 陆昭昭一抬头 就瞧见街上倒下的读书人 未守的 便是陆景怀 面色苍白 生死不知 大哥哥 找大哥哥 陆潮潮心头狂跳 这不是大哥哥 可以对付的邪悔 哥哥的声音 他指着左边 四皇子满头大汗 果然 越是靠近 森冷之气 阴厉之气越发明显 好似要透过肌肤 钻入骨髓 走过拐角 便瞧见穿着白衣的少年们 瑟瑟发抖地抵抗在前 嘴里念叨着什么 形成一丝丝浅淡的金光 给这漆黑的夜晚 带来一丝光明 未守 便是陆燕淑 素来淡然的少年 此刻薄唇紧敏 眼光沉重 注视前方 一道墨衣银发的男子 树身而立 周身散发着逼人的阴冷之气 令人心生恐惧 好似他的眸子 都暗藏着无数微压 让人不敢直视 他垂眸低语 魂归来兮 魂归来兮 大胆斜碎 此乃北昭都城 还不速速退去 等国师到来 必定将你打到魂飞魄散 速速离开 少年们怕到极致 一边哆嗦 一边放狠话 太可怕了 但凡他所到之处 所有英灵皆避开 甚至沉浮 瑟瑟发抖 不敢直视他 方才有一只恶灵 无意挡到 他只轻轻一挥 恶灵便消散在眼前 他到底是什么 魂归来兮 他的声音空灵 好似没有魂魄 只低声呢喃这一句 魂归来兮 不可再向前 前方乃北昭皇宫 不得入内 陆燕书身上的金光 比旁人夹起来更盛 不愿后退半步 魂归来兮 莫一男子 彭扶不将众生放在眼里 执拗地向前 感觉到前方的阻碍 他抬眸朝陆燕书看去 陆燕书心头猛地缩紧 只看了一眼 眼角便溢出血泪 不可直视 凡人竟不可直视 他的存在 这到底是什么 陆燕书死死撑着 听得身后 啪哒啪哒 不断倒下的声音 他只觉眼前 一阵阵模糊 哥哥 他好像听到了 妹妹的声音 倒下的那一刻 他好像产生了幻觉 看到了妹妹的身影 四皇子不知何时 早已昏倒在地 陆昭昭上前摸了摸哥哥鼻息 内息不稳 神魂不安 这是冲撞 神灵 他 是神灵 陆昭昭不解 神灵怎会如斜碎一般 游走三剑 肆意伤害凡人 他好似没有魂 四处游荡 对着一株草 一棵树轻轻换道 魂归来袭 那头银发飞舞 一群翻涌 默默向前 没有目光 没有方向的呼唤 你到底在找什么 喂喂喂 陆昭昭跳起来喊 可对方没有丝毫反应 想起四皇子的话 天哪 他不会一直在世间寻找吧 千年前 百年前 都曾留下他的记录 说明 他一直在寻找 他是神灵吗 陆昭昭跟在他后边 以防他伤人 对方没有反应 你是哪位神灵啊 所有神灵 我都认识哦 你 陆昭昭顿了顿 他突然觉得 这不是神灵真身 或许 是哪位神灵的执念 可 真有存在数千年的执念吗 数千年如一日地寻找 魂归来袭 斜碎在城中漫无目的地游荡 寻不到目的 寻不到方向 他入了宫 却又离开 他游走在每一条街 问过每一个人 每一棵树 每一株花 每一缕风 陆昭昭跟在他后头 看着他停留在忠永侯府门前 正了正 你 不会找女主吧 陆昭昭鼓着小脸 陆昭昭随他入了府 嘿嘿 菩萨幻娃娃 都不曾发现 他瞧见苏指清 正抱着婴儿的衣上哭泣 哭着昏睡过去 他一路前行 直直地停在陆昭昭 曾经住过的房间 哼 睡卧的屋 陆昭昭双手插腰 表示不服 他出现在屋内 屋内躺着一岁半的陆景瑶 女鹰满脸怨毒 昏睡前 可见内心极不平静 那道身影 沉默良久 你找陆景瑶啊 小家伙小声地问道 也不管对方回不回答 可对方 只看了一眼 头也不回地离开 陆昭昭急地挠头 更让他惊讶的是 这一次 他停留在陆家门前 陆昭昭小脸一领 当即挡在门前 不得进入 他憋红了小脸 我家 不行 你乃神灵执念沉默 我不伤你 你速速离开 否则 我很凶地熬 他奶蒙奶蒙地放着狠话 可对方 丝毫不曾有反应 陆昭昭急了 指尖轻弹 汹涌的灵气自四面八方而来 风云涌动 他已再是为人 大肆动用灵气 天地对他意会压制 陆昭昭并未发觉 对面的身影 感受到他外溢的灵气 突得呆滞 他缓缓抬头 他呆呆地看着陆昭昭 无神的双眼 这一刻 好似注入灵魂 陆昭昭喋喋不休地骂 你可以告诉我 我帮你找 但你不能进我家 你不听话 我要打人了 你执念沉默 该散了 你找多久了 一千年 对方没有反应 两千年 对方没有反应 三千年 四 还未说完 陆昭昭便献对方 轻点了点头 陆昭昭 你找了三千年啊 陆昭昭满脸惊叹 每一年 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分 他都在找吗 陆昭昭挠了挠头 到底哪位 神灵执念这般种 竟成了魔呢 魂已 归来 陆昭昭好似听到一声长叹 好似从虚无缥缈的天空传来 又好似听到了魂归来袭 又好像 不是魂归来袭 他在抬头 那道身影 早已消失 一声鸡叫 天光乍现 一丝阳光落于大地 无数来不及退去的痴魅亡凉 在阳光下 惨叫哀嚎 身上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 化作一道道青烟 魂飞魄散 消失于天地之间 陆昭昭挠头 到底是谁呢 现如今供奉的神灵 大多是他曾经的弟子 但 那都是小时候 现在现着面 只能抓下 陆昭昭小脸猙獰 让我知道 是谁 扒了他的皮 阳光洒落大地 打破满城寂静 四皇子摸着后脑勺 一步步走回府 我嘴儿也晕了 可我怎么头疼呢 陆昭昭 啊 我打晕的 但我不敢说 快点快点 梁青要醒了 陆昭昭捂了捂屁股 再牛逼有什么用 轻量的鸡毛胆子 打人超疼 神的屁股都敢打 陆昭昭飞快地跑回寝屋 脱掉衣裳 鞋子一蹬 便躺回床上 装作熟睡模样 自从陆朝朝几次遇险 许氏便绝不许他单独出门 此刻 许氏揉着脑袋 站在床前 看着他戴泥的鞋 眉眼微跳 我听说 睡着的人 双手是举在半空中的 许氏慢悠悠到 灯枝震惊的目光中 陆昭昭缓缓抬起了双手 笔直的伸向上空 救命啊 陆昭昭捂着屁股哀嚎 小脸猙獰 你又偷偷出门 又偷偷出门 酿的话 你当耳旁风 许氏拎着鸡毛胆子 在后面狂追不舍 陆昭昭双手捂着屁股 狼狈逃窜 啊 这个女人真可怕 连神的屁股都敢打 太子正巧入门 陆昭朝急忙躲在他身后 朝着许氏做鬼脸 太子哥哥 救命救命 陆昭昭捂着屁股 躲在太子身后 许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下次还偷跑出府吗 陆昭昭苦着小脸 你怎么发现的 我明明举手了 我明明都装睡了 气得直垮脚 我到底哪里穿帮 你倒是告诉我呀 许氏气乐了 别管娘怎么知道的 你给我过来 太子伸手拦住许氏 许夫人 昭昭还小 尚未定性 好好教便是了 姑会教导她 许夫人放心 许氏对着太子行了一礼 偷偷瞪了眼昭昭 便指得作罢 这丫头性子也 胆子大 似乎毫无巨异 许氏也担忧 随着昭昭长大 她护不住该如何事后 太子牵着小家伙 对着许氏露出浅笑 昭昭本是天上月 就该无惧无畏地活着 姑代昭昭出门了 定会平安将昭昭送回来 夫人放心 许氏心头一惊 殿下对昭昭的评价太高了 可见 太子已经牵着昭昭出门 只得叹了口气 太子牵着昭昭走在路上 他轻声问道 屁股还疼吗 陆昭昭摆了摆手 不疼 一点也不疼 嘿嘿 前打雷不下雨呢 太子哥哥 昨夜来了 坏人 他一边说一边比划 身上黑黑的 有杀戮气 大家都昏倒了 他是什么呢 陆昭昭竟然从未见过这般的邪碎 太子顿了顿 拳头握紧 他是神灵吗 太子迟疑一顺 轻轻点头 他应当是 神界战神 陆昭昭猛地瞪大了眼睛 战神 为食魔 会成为邪碎 太子轻轻摸了摸他的脑袋 因为 他有执念 那股执念 流传千年不灭 让他陷入执念中 无法醒来 陆昭昭满是震惊 神灵怎会成为邪碎呢 是什么执念呢 他们在找 自己的信仰 太子低声回道 信仰是什么 陆昭昭尚不懂 什么叫信仰 你还小 你只需要快乐无忧地长大 太子拍了拍他的脑袋 今日 他打算带陆昭昭上护国寺 太子抱着陆朝朝上了马车 陆昭昭掀开帘子 百姓的面上都带着惶恐不安 昨夜 吓着他们了 陆昭昭怎么也想不明白 战神怎会成为人间大邪碎呢 马车停在护国寺山脚下 太子并未惊动任何人 只牵着陆昭昭上山 护国寺香火灵雁 香客众多 昨夜出现大邪碎 百姓纷纷上山求平安 小沙迷收到消息 早早猴在大门前 殿下 今日主持尚未回寺 太子抬手 不必惊动任何人 下个月便是秋为 庙里来上香之人极多 陆昭昭回头 他好像在香客中看到了陪氏和老太太 太子带着昭昭穿过禅房 静止走向后山 后山是护国寺境地 此刻太子掏出玉佩 武僧放行 引入山林之中 这是哪里 朝朝四处张望 埋葬信仰的地方 太子声音发颤 太子将他抱起 一路向前 穿过禁地碑纹 来到一处山脚下 山脚下鲜花环绕 鸟语花香 近似人间仙境 仙境中央 立着一座碑 碑上无字 背后鼓着一个小坟包 好看吗 喜欢吗 太子紧张地看着他 陆昭昭震惊地看着他 指着块坟地 问我喜不喜欢 他暴跳如雷 问卧做什么 又不是埋卧 太子一出的眼泪 又被憋了回去 这是埋的谁 陆昭昭从太子怀里跳下来 靠近石碑 石碑上净空无一字 是所有人的信仰 为石膜无字 陆昭昭好奇问道 因为谁都不配书写他的名字 太子将坟包四周的杂草扯掉 又做了个花环 盖在无字石碑上 陆昭昭围绕石碑走一圈 却并未发现 太子眼眶通红 眼神看着他 满眼欣慰 这是什么 陆昭朝指着坟包后的石碑 石碑上刻着画 七位神灵悲天悯人 卑微地跪在地上 祈求上仓 是神灵 太子目光落在石碑上 石碑经过岁月的变迁 已经变得破败 但隐约能瞧见几分端倪 神也有所求 陆昭昭很不解 他们已经是神灵 为石膜还要跪下祈求上天 太子莫说话 因为 他们在祈求上天 还给他们信仰 他们的信仰 献及神剑 所有人为了寻求他的踪迹 为他之魂 执念 仍在 昨夜出现的 便是战神 太子指着战神的壁画 他们为了寻求信仰 神魂下剑 游走三剑 为他之魂 魂已归 可他们的执念已沉默 时不时便会失控 陆昭昭抿了抿唇 他 他 陆昭昭看着几位神灵 突然语气迟疑 他明心悔吗 陆昭昭试探着问道 太子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嗯 战神明心悔 陆昭昭心头一抖 他惊恶地张大了嘴 呆呆地看着石壁 再转头看向空白石碑 七个 神灵 陆昭昭心头突突的 他正好有七个弟子 太子梅雨带着浅笑 司法踪白 战神心悔 生命之神闲庭 黑暗之神玄狱 四季之神甘堂 时空之神崇月 还有幸运之神圣和 七位神灵主掌天剑 哦 时空之神崇月 许多年前便不知所踪 太子语气淡淡 瞧见陆朝朝张大嘴的震惊模样 忍不住玩耳 他伸出手掌 捏了捏路 招招脸颊 以前可不敢捏呢 三剑 便以这七位神灵为主 其中 司法宗白为主神 卧曹 我就睡了一觉 七个弟子 全部成了神灵 怎么办 好想横着走 陆朝朝咬咬着牙 待 昨晚的邪碎 竟然是他三弟子心悔 小时候那般软萌的正态 现在竟然成了战神 陆朝朝很怀疑 他真的不会打着打着哭唧唧吗 心悔最爱哭 陆朝朝抓了抓头发 那这座墓 太子清孝 传闻七位主神 接来自同一位师父 这里是他的衣冠种 当然 只是传说罢了 太子已经点燃香蜡指前 正恭恭敬敬地上香 陆朝朝面色古怪 你要上一炷香吗 太子问道 陆朝朝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不了不了 给自己上香 好像有什么大病 陆朝朝看着无字碑闻前的酒杯 什么瓜果点心 摇了摇头 下次摆肉 他爱吃 陆朝朝眉 忍住提了一嘴 你这贡品 狗看了都摇头 太子偷偷抿唇 轻轻硬下 那 那些神灵 怎么办 陆朝朝心头担忧 所以 自己献祭后 能恢复神魂 是七个弟子之魂的原因 不必担忧 他们自有克制之法 不然 三界早已乱套 你就是个奶娃娃 好好长大 多多吃奶 长高高 太子牵着他的手 带他走出境地 少吃肉 多吃青菜 不要总脱鸡腿吃 小孩子 吃太多荤食不消化 陆朝朝一步三回头 看着石壁发愣 护国寺最是灵验 要不要给你大哥求个千 护国寺内相克无数 竟是比往日更胜 陆朝朝兴致缺缺 太子又道 寺内斋饭不错 陆朝朝眼睛一亮 拜拜 小沙迷在前方引路 太子牵着他便入了主殿 护国寺供奉的乃西方佛教 此乃观音殿 七位神灵呢 陆朝朝垫着脚四处看 可以他的个头 只能看见来来往往的屁股 太子偷笑 急忙将他抱起来 七位神灵乃神界主宰 此乃佛教圣地 陆朝朝似懂非懂 你 就不必跪了 太子眉眼微垂 亲自替陆朝朝拿了香烛 陆朝朝抱着签筒轻轻摇晃 咚 一根签纹掉出来 太子捡起签纹 牵着陆朝朝前去解签 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陆朝朝啊 怎么 帮你那残废哥哥抱佛脚啊 一道尖酸刻薄的声音响起 太子眉宇微压 陆朝朝一扭头 便瞧见裴侍牵着陆景瑶 正在拜佛 陆景瑶眼神落在太子身上 太子浑身散发着 生人物尽的气息 女主的眼睛都快粘在太子身上了 也对 若太子被夺赦 他就是陆景瑶的命定男主 太子嫌恶地拧巴着脸 陆景瑶 女主 呵 你是何人 在佛祖面前口出恶言 太子冷笑一声 裴侍正想回对 陆景瑶偷偷拉了拉他一脚 裴侍指得住嘴 强撑起笑脸 再者 太子年纪虽小 可浑身气势毫不掩饰 他也不敢得罪 这位公子 您是 裴侍笑着问道 裴侍身份卑微 上不曾进宫献过太子 主子的身份 岂是你佩知道的 是从高傲地瞥了他一眼 什么阿猫阿狗 也配认识太子 裴侍脸色通红 我们夫人 乃忠永侯之妻 乃侯夫人 怎么不配 裴侍身后的丫鬟大声道 爬床的外侍 也好意思称夫人 莫要于了这座寺庙 太子对他毫无好感 裴侍一张脸器的铁精 只得将矛头对准陆昭昭 陆昭昭 你拜佛也无用 你大哥残废十年 还能考中举人不成 做什么春秋大梦呢 待会儿高中介员 定要狠狠打你们的脸 裴侍眼中满是怨毒 他做外侍十八年 只想狠狠地才许氏一头 许氏不过是仗着出生好 可那有什么用 相公不爱他 儿女也不如自己 那 我们打个赌 陆昭昭眼珠子微转 哈哈 陆景怀 剽窃大哥文章 都能中状元 大哥亲自出马 还能输给他 陪氏一愣 什么赌 赌 谁中介员 陆昭昭 乃呼呼说道 我娘与你打赌 岂不是以大欺小 陆景摇吐地开口 看着陆昭昭满是极度 我与你赌 许氏的声音传来 陆昭昭一抬头 便献许氏站在观音殿外 一步步背着光入殿 我与你赌 赌谁中介员 许氏今日是来拜佛的 却不想 昭昭静在此处 陪氏轻笑一声 陆昭书那个残废 也想中介员 大家可听到了 是许氏自愿于我赌的 赌就赌 我赌景怀高中介员 我若赢了 你跪在地上 磕三个响头 陪氏神色骄傲 他定将许氏踩在脚下 永不翻身 许氏眉宇 含着一丝笑 明明被侯府蹉跎的苍老 可和离半年 眉眼玉气散开 竟变得越发年轻 站在陪氏跟前 竟压了陪氏一头 若玩高中 你便跪在街头 大喊三声 妾 永远是妾 许氏目光冷漠 此话气得陪氏面色大变 陪氏咬了咬牙 赌便赌 景怀难道还比不过一个摊子 笑话 下个月相视现分晓 陪氏牵着陆景瑶 带着人浩浩荡荡地走了 酿青真厉害 酿青威武霸气 酿青再也不是以前的愚蠢小白花咯 这份聪明 能不能不要用在抓我身上 陆昭昭心头犯嘀咕 陆昭昭讨好的拿出签文 握给大哥求签了 解签的老和尚接过签文 众位贵人 此签未上上签 一朝奋起昆蓬赤 直上青云笑九天 波云见日中有时 守得云开见月明 好兆头啊 徐氏面上露出一丝笑 让灯芝添了不少香油钱 这位小姑娘 瞧着您 面相极好 不如 给自己求一个 解签的老和尚从未现过如此面相 好似笼罩着一层迷雾 看不出丝毫 陆昭昭登登登 迈着小短腿 抱过签筒 摇啊摇 摇得哐当哐当响 咔嚓 没摇两下 手中千筒 竟直接碎裂 无数千文散落一地 老和尚一正 陆朝朝下的直背手 我没有用力昂 不是我摇烂的 和尚双手合十 小施主 与你无关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陆昭昭 他的命运 不容窥探 天机不可泄露 陆昭昭下山前 遇到了宋母 宋玉的母亲 宋母给寄人献了礼 便道 我来给月儿求平安 昭昭 你说 他会平安吗 宋母抿了抿唇 眼神稀济地 看着陆昭昭 近来东陵国屡次冒犯北昭 宋玉便应召出征了 自他走后 他便日日做梦 潮潮乖乖巧巧地喊了一声 宋奶奶 他仰起头 小家伙面上露出笑容道 他有自己的因果斋哦 他欠的债 事要还大 宋母身形微晃 几乎站立不稳 身后的小丫头急忙扶住他 宋母面色煞白 他知道陆昭昭说什么 当年浮风村拐卖成风 宋玉不禁止 但也不约束 导致浮风村中许多妇女儿童皆是拐卖而来 追根究底 宋玉有罪 陆昭昭虽然面上含笑 可说出口的话却极其冷漠 奶奶 他有罪 有罪 自然逃脱不了罚 宋母摇摇欲坠 昭昭直接拉着许氏下山 太子有些诧异 他听一同被拐的圆满说 昭昭曾叫宋玉爹爹 你曾换宋玉爹 我以为 你会喜欢他 我被拐了 他是山寨头头脸 哄哄他而已 从我上山的那一刻 他就注定要死 陆昭昭清醒着呢 拐卖妇女儿童 都该死 原本宋玉就该葬身火海 当初饶他一命 无非是想炸钱最后一丝力量罢了 宋玉 要死了 陆昭昭面色冷漠 太子轻笑一声 姑知道 边境也有急报送来 宋玉重伤 昭昭虽小 可是非分明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他不会放任宋玉活下去 昭昭当年在修真剑 眼里便绒布的沙子 只可怜宋老太太 无人送终 此刻还在佛前求平安 灯枝轻叹一声 原本他也是金中官太太 却因前朝皇帝荒淫无道 盼宋家流放 导致宋家满门上山胃口 如今 唯一的儿子也留不住 他可怜 被拐的人 丢婶儿女的家庭更可怜 陆昭昭并不觉得同情 太子眼中漏笑 昭昭 还是以前的昭昭 果然 不出三天 便传来宋玉生死的消息 据说老太太当场哭晕死过去 但依旧撑起身子 替儿子体体面面办了葬礼 皇帝也知晓宋玉所谓 并不曾为他表功 老太太低调地为他办了丧事 老太太收养了几个气 唉 也算为宋家留个后吧 许氏叹了口气 好在荣将军赶往边境镇守 否则真要出大乱子 登之满是后怕 荣将军 便是郑国公长子 皇后的亲哥哥 今年三十八 至今不愿婚配 气得郑国公非说祖坟不好 将祖坟绝了 换了个位置 想当年 荣将军还将夫人认作男子 叫您许兄 要和您结拜呢 登之捂着嘴偷笑 许氏偷偷瞪了他一眼 陆昭昭对宋玉之死 毫无想法 拂风山脚下 埋葬着累累白骨 那都是被拐妇女的白骨 他们的冤魂在自己耳边哭泣 他们的不甘直冲天际 从遇见宋玉的第一天 他就知道 宋玉必死 宋玉的死并未在京城 掀起任何波澜 反倒是陆家 迎来赐封圣旨 奉天成玉 皇帝诏曰 许家有女 知书实礼 贵而能俭 无待遵循 刻左胡怡 鬼渡端和 敦牧家人 赐封一品告命 许氏穿着华服 深深地匍匐在地 谢吾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许氏接过旨意 登之机人皆是眉眼露出喜意 夫人虽和离 可如今已是一品告命 在京城 早已是超然的存在 任谁也不敢轻视他 许夫人 恭喜恭喜 王公公亲切地道谢 许氏让人拿了赏赢 王公公也不敢收 听的是瞻喜气 这才美滋滋地收下 许氏看着懵懂的昭昭 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没想到陆远泽的福 倒是托女儿的福 成了一品告命 他知道 昭昭能力强 可女儿再强 在母亲心里 依旧是担忧的 这也是为何他总是管束昭昭的缘故 况且 他还不足两岁 许夫人 今日还要接潮潮姑娘进宫祭祖 正式上玉碟 昭昭早已穿戴一心 太子亲自抱他上马车 宫中早已在成绩殿摆上香案 文武百官 以后在殿前 所有人都低脸着眉 唯独陆远泽目瞪口呆 满脸震惊 塌塌 他只听说陛下在民间认了个义女 妖刺封公主 却从未听说 刺的是他女儿啊 不 是他不要 被他赶出家门的女儿 甚至 连族谱都没上 陆远泽本就被皇帝踢了一脚 此刻胸口又隐隐作痛 不知是踢的 还是气的 陆昭昭一进大殿 皇帝便朝着他抬手 上前来 皇帝牵着他的手 面对文武百官 满朝文武 可有意义 满朝文武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静默不言 陆远泽前几日被陛下斥责降罪 如今只是个无凭小官 偏生 他不得不站出来 陛下 臣有意义 陆远泽瞪了眼路昭昭 此女乃微臣之女 身份卑微 顽劣不堪 怎能上玉碟 认作公主呢 还请陛下三思啊 萧国舅 你说是不是 陆远泽看向萧国舅 陆朝朝上门讨债 国舅定然恨他 原以为萧国舅会反对 谁知他白手摆出了残疑 面露恐惧 陆远泽 休想害我 不不不 微臣没有任何意义 陆姑娘天资聪慧 慈心向善 微臣毫无意义 啪大 他直接吓得跪下了 陆远泽一愣 礼部尚书眼里 最是绒布的沙子 他立马又道 方大人您觉得呢 礼部尚书 你开什么玩笑 陆昭昭替我寻回女儿 那是我方家祖宗 微臣毫无意义 护国公心中感念他 护佑外孙四皇子 自然站出来 微臣毫无意义 周大人老神在在道 微臣毫无意义 废话 他把我穿女装怎么办 陆远泽面色煞白 你们 你们好像有什么瞒着我 好色 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的大事 他看向江大人 相视后 江云锦便要 与陆锦怀成婚 两家亲如一家 江大人官之二品 又在汉陵院当职 天下读书人接在其中 陛下 陈有异议 他刚站出来 还未说出缘由 便听皇帝道 朕与你们提出异议 陆远泽面上一喜 便听得陛下道 但朕不听 你们去殿外听着吧 皇帝 老子真给你们脸了 宣平帝收益 女路昭昭 赐封号昭阳 此话一出 众臣哗然 昭阳 北昭的太阳 昭幼同朝 可见皇帝真正花了心思的 昭阳 北昭的太阳 北昭的中心 陛下会不会太过了 一众老臣 听得封号昭阳 面色微变 陛下想任一女 想封公主 不过是个小公主 众臣也不至于反对 可赐封号昭阳 已经凌驾于皇子皇女之上 如今陛下的子嗣 皆没有封号 一众嫔妃 纷纷红了眼眶 萧妃更是咬牙 她看了眼父亲萧国舅 萧国舅老神在在 压根不搭理她 萧妃恨得咬牙 自从陆昭昭去了萧家 她母亲和弟弟 侄儿 便报彼儿王 母亲临死前 只捎来口信 陆朝朝必死 她本就怨恨陆昭昭 更何况 她所生之女谢以宁 是陛下唯一的公主 她都不曾有封号 陆昭昭凭什么配 陛下 不过是记名公主 封号便不必了吧 陛下喜欢 认她做女儿 已经是天大的福气 萧妃抿了抿唇 真正的皇嗣 都不曾有封号 若给一个义女 岂不是让人看清皇室 萧妃威脸着眉 眼去眼底怨毒 陛下 你瞎了吗 以宁是你唯一的女儿啊 你放着自己女儿不宠 进去宠一个外人 诸多荣耀加身 她配吗 萧妃冠绝京城 媚眼如丝 看着皇帝委屈得几乎落泪 平日里 皇帝醉吃她这一套 皇帝心头一紧 偷偷撇露昭昭的神色 瞧见她眼神直溜溜的看着贡品流口水 这才松了口气 震刺谁封号 何须你指指点点 正是太惯着你了 皇帝高高在上的 瞥了她一眼 皇子皇女没有封号 就被人看清 那他们是多不成器 若自己有本事 怎怕别人轻看 皇帝言语带出几分蔑视 可陆昭昭 为师摩需要 萧妃还不死心 封号给陆昭昭 她不甘 哦 朕担心她被人轻视 萧妃心头一梗 皇帝的偏爱 毫不掩饰 寒风不风 陆昭朝小声说话 拉了拉她的龙袍 不风 我就回家了 太子哥哥说 封完会有宴席 到底还开不开席 几个菜啊 我能吃多吗 我有十二颗牙齿了 陆昭昭心头急得上火 酿青总说 婴还吃多不消化 不许多吃油腻之物 要多吃奶和蔬菜 可我真的不想吃菜 想吃菜 为师摩我不投胎当头牛呢 噗 太子死死地抿着嘴 眼泪都憋了出来 陆昭昭的心声 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皇后瞥了她一眼 太子倾咳一声 又恢复往日的淡漠 疯疯疯 皇帝摆了摆手 深怕她跑了 萧妃便晾在原处 身侧的小公主死死瞪着陆昭昭 都怪她 都怪她 陆昭昭丝毫不曾放在心思 她只惦记着 什么时候开席 今儿挤的菜 一整套流程下来 陆朝朝了的前胸贴后背 甚至瞪着贡品流口水 擦擦口水 马上开席 太子偷偷擦去她嘴角口水 陆昭昭名字记上皇室族谱 上玉蝶的那一刻 突的 无数喜鹊自四面八方飞来 口中咸着一只只娇艳的花朵 在皇宫上空盘旋飞舞 快看 天上是什么 工人纷纷抬头 无数鲜花自上空洒下 皇帝一正 低头看向陆昭昭 他正点脚 伸手触摸供桌上的烧鸡 偷偷揪下鸡屁股 丢进嘴里 脸颊高高鼓起 像只小仓鼠 是祥瑞 是祥瑞 天降祥瑞 天降祥瑞 北昭得此福宝 定会被上天护佑 昭阳公主 千岁千岁千千岁 礼布方大人高呼而起 对着陆昭昭便大呼千岁 祥瑞降临北昭 是北昭之姓啊 陛下 北昭有福 文武百官瞧见这一幕 纷纷跪下朝拜昭阳公主 皇帝一副予有荣烟的模样 抱起陆昭昭看向先祖排位 父皇 儿子将他认作北昭公主了 皇帝眉眼露出欢喜 宴席 满朝文武都在议论陛下新任的昭阳公主 唯独陆远泽和江大人被排挤在外 他俩 被踢出了群聊 儿入朝朝 忙着搂席 东陵国来的质子玄姬川 低调地坐在角落 最近东陵冒犯北昭 他的日子不好过 工人最是会踩高捧低 他本是质子 东陵又冒犯北昭 皇帝厌弃 导致他日子过得极其艰难 玄英公主已经止婚大皇子 只待年后成婚 玄英担忧地看向包帝玄姬川 他俩在东陵不受宠 否则也不会送来和亲 送来做质子 如今两国开战 质子便略显尴尬 他看到玄姬川连衣袍都是湿的 面色也苍白地骇人 心疼得直落泪 玄英姐姐怎么哭了 心疼弟弟 原书中 玄姬川在北昭受尽侮辱 归国后 强势上位 做了东陵王 东陵在他手上 变得极其强大 后期 给陆锦瑶添了不少乱 敌人递敌人 就是朋友 陆昭昭晃悠悠地站起身 小短腿朝玄姬川走去 玄姬川今年十二岁 皇帝未表仁义 将他一同送进了国子剑 可国子剑中皆是朝臣之子 最是少年义气的时候 他们舍辱他 逼迫他跪在地上学狗叫 学狗爬 他不愿 便被人打断了肋骨 此刻他盘腿坐在席间 呼吸之间 好似万箭穿心 痛得他直不起腰 少年握着迎住的手 轻轻颤抖 一袍下 更是有数不尽的伤 眼神泛红 像一只隐忍的狼崽子 大哥哥 你出血了 陆昭昭软软诺诺地问 气他把自己当熊崽子 踩在脚下 可事后 他又送上好吃的豌豆黄 陆昭昭早已原谅他 玄机川抿着唇墨说话 轻轻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大哥哥 谁欺负你了 昭昭给你出气 陆昭昭双手插腰 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卧要告诉皇帝爹点 他想要拉着玄机川站起身 可玄机川肋骨被打断 一动便钻心地疼 额肩大汗淋漓 小家伙攥着他的手 暖暖的 驱散了一丝冰冷 玄机川摇了摇头 皇帝怎会为他做主 更何况 东霖冒犯北昭 关系本就紧张 他呀 这条命 怕是要丢在北昭了 玄机川觉得自己熬不过去了 姐姐玄英曾告诉他 要想在北昭活下去 要想以一个质子身份回东陵 一定要在北昭寻一个庇护 他该寻谁呢 护国公将他拒之门外 萧国就不屑打理他 首府更是对他嗤之以鼻 唯一愿意对他伸出援手的 是个上部族两岁的孩子 甚至手里还抓着奶壶 牙齿都莫长期 他想拒绝 可一张口 每一次呼吸 胸腔都痛得厉害 呼呼 招招呼呼 就不痛了 每次娘打他屁股 玉叔给他呼呼 就不痛了 玄机川在东陵时 便不受宠 从小到大 受尽白眼 此刻 他大概是糊涂了 静道 我可以 做您的侍从吗 说完 又正住 他真是疯了 像一个孩子求救 满朝文武 都不敢庇护他 不敢对他伸出援手 他竟对一个孩子求救 你 想跟着我 陆昭昭挠了挠头 他不等玄机川回答 登登登 便跑回上位 玄机川想要拉住他 不能害了他 他是皇帝新任的公主 宫中不知多少人 极恨他的皇帝喜爱 他应该谨言慎行 不能惹皇帝厌弃 他亮腔着站起身 却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 他能感觉到 四周传来的嘲讽眼神 可他不在意 他一点点爬上去 跟公主无关 话音未落 便听得上头小公主 脆声声道 皇帝跌电 治他 他病了 陆昭昭手指至子 玄机川面露急切 这小笨蛋 会被皇帝厌弃的 谁知道皇帝 叫朕什么 叫朕什么 再叫一声 再叫一声 陆昭昭扬扬起小脸 皇帝跌电 皇帝跌电 皇帝眉开眼笑 智智智 大手一挥 给至子请个太医 皇帝笑得不值钱的模样 昭昭叫皇帝跌电咯 昭昭叫朕爹电 赏 重重有赏 开朕的私库 等会挑些喜欢的物件回去 皇帝抱着陆朝昭 满眼笑容 六皇子眼珠子一转 上前也抱住皇帝大腿 皇帝跌电 还捏着鼻子 嗲嗲地喊了一句 皇帝面上笑容陡然一垮 黑着脸看向他 还叠字音 你看看自己像什么话 回去好好反省 六皇子 一众跃跃欲试的皇子们 默默缩回脑袋 父皇双标 皇帝跌电 他想坐卧室从 陆昭昭指着质子 皇帝大手一挥 魂不在意 当场阴运 你便跟着昭阳公主 他怨护着你 是你的福气 皇帝面色有些冷 东陵开战 北昭斩了旋继川 都是应当的 但昭阳公主喜欢 他乐得做个人情 是 旋继川心头震惊 竟然真让他要到了 宴席结束 众人陆陆续续出宫 旋继川被打断一截骨头 早已被送回陆家 太医随行 玄阴公主远远对着陆昭昭摇摇一拜 到了升线 许氏抱着陆昭昭 两人刚出宫门 便被陆远泽拦住去路 昭昭 你什么时候与陛下认识的 怎么不告诉爹爹 陆远泽极其不解 皇帝怎会看中陆朝朝呢 明明紧要更好啊 呸 祖谱都莫上 还想当我爹呢 陆远泽 你是哪门子爹 他一没上祖谱 二没吃你陆家一口饭 你也配当爹 滚开 莫要挡到 许氏压根不想废口舌 怒斥一句便要离开 陆远泽还想再来 却又听许氏道 陆远泽 你还想被掌国骂 陆远泽面色铁青 憋着一口气 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 哼哼哼 还想占便宜 想得美 这天大的富贵 他只能看着了 夜里回到陆甲 太医正好给质子诊断 殿下要久躺一段时日 肋骨断裂 须得休养一阵 身上的伤 便用伤药揉开 很快便能消肿 许氏县他满身是伤 便留了几个丫鬟伺候 陆远泽早已在院内等候 娘 娘 儿子这回考了假等 儿子被夫子表扬了 陆远泽一脸开心 这还是头一回呢 他把书都读烂了 真的不想当人质 真的不想被哥尔挖眼 虽然 比不得大哥 但明年 儿子一定给你 考个秀才回来 许氏洗得何不拢嘴 夫人 大少爷回来了 今日陆艳书去了许家 明日相识便要进场 许太夫这几日都与他探讨学问 越是探讨 对他越是惊叹 不要有太大压力 你能站起来 娘便已经很开心 许氏心头也没跌 儿子少年不曾碰书 明日便是相识入场日 儿子明白 一身白衣的少年 眉眼温柔 哼 我大哥出手 还能输给陆景怀 气死扎爹 气死陆景怀 大哥一定能高中 冲冲冲 陆朝昭可有信心了 陆艳书露出一丝浅笑 他定不负妹妹期望 大哥被窃取的何止文章 窃取的是命运啊 哥哥一定要夺回自己的命运 忠勇侯府 今夜久久不能平静 陆朝昭怎会成公主 没搞错吧 我家景瑶才是 有福气之人 陪氏满脸嫉恨 侯爷 还有景怀的柿子之位 何时才能请风 陆远则烦躁的皱眉 上次被陛下斥责 再等等吧 明日便是相识 若景怀终举 再请风不迟 景怀的才能有目共睹 侯爷 您可等着吧 陪氏与有容焉 他生的这双儿女 可算给他挣足了脸面 侯爷 今夜便留在主院可好 窃身许久 他刚攀上侯爷脖子 便被陆远则猛地掀翻在地 陪氏倒在地上 迟迟回不过神 眼中满是屈辱的泪 明日景怀入场 你好好歇歇 陆远则面色阴沉 自从马上封后 他便不行了 此事只有平气苏氏之小 每晚过去 也是为了喝药 以及遮羞 这有损男人的尊严 他不敢对外透露半分 对陪氏 意识记恨 此刻 老太太在小佛堂彻夜念佛 祈求考试顺利 对着陆朝昭的破步娃娃 虔诚至极 第二日 天不见谅 陆朝昭早早醒来 今儿大哥科举 这是他夺回命运的第一步 他哪里赶赖床 姑娘今儿起得真早 玉叔笑着给他换一群 大哥哥呢 大公子刚用完膳 夫人正给他被吃食呢 您先喝些奶 再用膳 可不能吃太多肉 昨儿夜里不消化 卢碧给您揉半夜肚子 玉叔笑眯眯地哄着他 陆朝昭抱着他泄了又泄 还抓了两颗金瓜子 小家伙换好衣裳 便急急忙忙朝前院奔去 大哥哥 大哥哥 陆朝朝小莲跑得通红 对我许愿 快快快 对我许愿 送我礼物 陆朝朝攥着衣角 陆燕书一愣 大哥哥今日要考试 没有给朝朝准备礼物 等哥哥考完 送你可以吗 陆燕书认真问道 朝朝急忙摇头 急得小脸都起了汗 送我礼物 送我礼物 对我许愿 对我许愿快快 许愿要供品 他左右看了看 指着脚下那朵花 摘来送我好吗 陆燕书也不犹豫 当即便摘下地给他 送给昭昭 陆昭昭双手接过 大眼睛亮晶晶的 期待地看着他 愿昭昭 赐我一丝 幸运吧 他已经足够实力 只需要幸运皆可 陆昭昭眉眼弯弯 神会庇佑你的 耶耶耶 大哥对我祈福了 今日 他会拥有百分百的幸运 陆燕书与家人同上马车 一路朝着贡运而去 明明今日许多人入场 偏生他们这一条路 极其畅通 带他们走后 却又堵得水泄不通 一路直达贡运门口 此刻天还未凉 贡运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陆燕书刚下马车 便来了一对官差 从这里 分一半过来排队 直接指着陆燕书 陆燕书 正好在第一位 陆燕书瞪大了眼睛 乖乖 他哥运气真好 今儿一切 顺畅无比 陆燕书将手放在心口 他回头看向昭昭 昭昭正对着他加油打气 奇怪 他向妹妹许愿后 总有种 奇怪的感觉 好色 头脑变得清醒 浑身达到了最优状态 如虎添翼 冥冥之中 便感觉今日运气不错 果然 一进考场 他发现 自己分到了全场最佳位置 而陆景怀 与他同考场 分到10号 旁边是厕所 正值8月 天气闷热 臭味弥漫 陆景怀刚落座 便狠狠地前呕一声 招招 咱们先回去吧 相试考三场 每场三天两夜 统共九天六夜 自己被吃食 住在号舍内 这是一场极大的考验 让府一备好药物 三天后接大哥 陆正月早已吩咐好一切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 大哥千万不要分到10号 陆元霄双手合十 10号是什么 陆昭昭不解 陆正月笑着道 厕所旁边的号舍 就叫10号 夏天本就难闻 还要在里边答卷 吃喝睡觉 熏都会熏死 陆昭昭顿时自信一笑 卧大哥才不会分10号 接到两旁热闹非凡 我押陆景怀 我也押陆景怀 快快快 给我押上 虽说陆燕书成名早 八岁秀才 可已经瘫痪十年 怎么可能比得上陆景怀 唉 说来可怜 陆燕书的亲爹 成了陆景怀的 未婚妻也成了陆景怀的 如今连学问 都成陆景怀的喽 被陆景怀死死压着 翻不得身 听说陆燕书的娘 也被和离 赶出侯府 当真凄凉呢 女人离了男人 日子怎么过 陆元宵双目赤红 气得厉害 我去和他们理论 我要撕烂他们的嘴 现在何须与他们争论 大哥成绩出来 自会打脸 陆正月冷静几分 不愿在此等关头 替哥哥惹麻烦 压住压住压住 快快快 压住大哥赢 江云景 即将与大哥成婚 陪是忽悠江家 掏了三万两 压陆景怀赢 我有一万六千两 全部压陆燕书 我有三百二十两 压陆燕书 哥俩气哼哼地 压了陆燕书 庄家没开眼笑 买定离手 就不能反悔了呀 不反悔 陆正月黑住脸 随着考试开始 压陆景怀的人 越来越多 陆朝昭让御书 拿出一万两 再次压大哥 其余的钱 他早已另做他用 哼 压摊子有什么用 马车上 陆景遥冷笑道 明明天真烂漫的年纪 眼底却满是算计 小小的躯体中 住着大大的灵魂 他能赢 我当众吃食 陆景遥怨恨不已 卫石魔所有人都偏爱陆昭昭 凭什么 幸好 他给了哥哥无数文章 陆昭昭露出十二颗牙 好啊 那我定好好喂你 好好好 老子定给你喂食 喂定了 护城河边 许多马车停靠在城门口 三三两两的 夫人们跪在河边祈福 身后丫鬟还捧着个盆 里面似乎有水花溅出 他们在做什么啊 临近中秋 恰巧又欲秋为 他们在放生 放生其愿 那 陆正月指了指墙角 墙角边上还有许多叫花子 平日里被驱赶的叫花子 这几日反而能得到夫人们施舍 还有人将小滩摆在此处 大部分售卖花灯 以及水生物 穷人卖给富人 富人为了彰显成星 便将泥秋 小鱼小虾放生 对山火而言 秋为 若能终举 便能跨越阶级 对京城贵太太而言 子孙有出息 才能维持繁荣 读书改变命运啊 招招 我们也给哥哥放生好不好 陆元霄眼睛亮晶晶的 大哥已经有了醉酱后台 还需要放生 我就是他的后台脸 陆昭昭不服 陆正月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偶尔听得昭昭心声 大约能拼凑出 昭昭曾经是个牛逼哄哄的人物 但他满脑子 诸天神佛都是我弟子 这 只能说 小朋友的想法 挑途夸张 谁都没当一回事 一岁半的娃娃 诸天神佛都是他弟子 你信吗 你信吗 三哥想玩 招招陪你啊 小家伙 从兜里掏出两粒金瓜子 他爱钱 但他只从朝臣身上坑 从不坑穷人 穷人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活着 陆元霄买了一只老龟 买了一桶小泥丘小鱼 陆昭昭不其愿 孩子天生爱玩水 他蹲在河边 玩着花灯 中秋节的花灯最有趣 过几日 大哥考完 正好中秋 陆正月笑着道 保佑大哥科举顺利 保佑大哥三元吉地 陆元霄在旁边神神叨叨地嘀咕 唉 你们今儿遇到了我 算你们好运 陆元霄将小鱼到进河里 又将老龟往河里推 只是刚推下去 老龟又恋恋不舍地爬回来 几次推下去 几次爬回来 小丝惊叹道 老龟知晓感恩 不愿离开公子呢 他呀 今儿遇到了心软的神 是想记住您的样子呢 小丝拍着马屁 陆昭昭一扭头 震惊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三哥 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陆昭昭仰起头问三哥 陆元霄害羞道 感谢我的恩德 不愿离开 奶娃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他说 卧室陆龟 卧室陆龟 他不是回来谢你 他在逃生 陆元霄 陆元霄扭头看向摊主 摊主正苦着脸看向他 公子 这是 我在山上抓的陆龟 陆正月偷偷捂住嘴 陆龟放生到谁里 老爹 真有你的 求求您 赏点饭吃吧 求求您 好心的公子 赏个馒头吧 乞丐们跪在城门口 他们不敢入内 只能跪在城门口乞讨 竟然许多人失周 满城乞丐都涌了过来 有的小乞丐 甚至只有几岁 一双圆溜溜溜的大眼睛 渴求得羡慕地看着他 陆潮潮偷偷从空间拿出金瓜子 请中尉叔叔伯伯吃饭 御书差人 跑了好几家店铺 清空店内包子馒头 冒着蒸腾热气 装了十几筐 又让人扛了米面 这是咱们潮潮姑娘 请全程乞丐吃包子馒头 还请大家排队 每人三个馒头 三个肉包子 再领两碗米 不许抢 不许挤 无数乞丐蜂拥而至 纷纷跪在地上磕头感谢 旁人的失周 清澈见底 只隐约瞧见几厘米 路招招失周 包子馒头大百米 七天不用愁 挤挤挤你挤什么挤 滚一边去 滚开 老瞎子 秃的 乞丐堆里起了冲突 做什么呢 不许闹事 陆正月带了护卫 正好能维持秩序 一个浑身脏兮兮 披头散发如杂草的老乞丐 被人推了出去 老乞丐扑通一声 便摔在地上 两个眼眶黑漆漆的 深深凹陷 眼珠子竟是被人生生挖去 老人家 您快起来 我让人拿包子馒头给你 陆正月起了恻隐之心 一旁的乞丐便道 这魔好的孩子 钟永侯竟然将他们驱逐出门 真是丧天烈 瞎眼老乞丐猛地抬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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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秃得张嘴 死死攥住陆正月的手 疯狂地嚎叫 快松开我家公子 快 放开公子 奴仆惊讶之际 急忙上前将他拉开 可他依旧死死地朝着陆正月的方向 空洞的舌头只能发出啊呀的哀嚎 他疯了一般抱着头 又哭又笑 陆元霄抱起妹妹 离得远远的 招招别过去 有个瞎眼老乞丐 发疯狂叫 当心伤着你 陆元霄时时刻刻注意着招招 瞧着怪可怜 眼睛被挖 舌头也没有 陆昭昭猛地看向三哥 挖眼 割舌 啊 快快快 抓住他 抓住他 陆昭朝心声猛地尖叫 陆元霄被刺的耳朵生疼 差点把妹妹扔出去 抓抓 抓他 舅爷 舅爷 大哥 大哥 陆昭昭挖地哭出了声 我 小家伙猛地嚎啕大哭 抓他抓他 大哥 大哥 伺他就伺他 他是舅爷 害大哥的凶手 陆昭昭 脸蛋哭得通红 甚至要挣扎着跑过去 元书中 大哥落水 原本已经快爬上岸 却被人按住脑袋 死死按在水里 大哥在水中挣扎 直到再无动静 大哥因头部受伤 早已忘记此事 那人 便是陆家老太太的亲弟弟 他是个混不吝的 陆景怀许给他好处 他便亲自谋杀亲侄孙 事后 陆景怀挖了他的眼睛 割了他的舌头 凌落大水 灾民肆意抢夺 他早早便死在破庙 试了试了 这一次 自己改变水患绝地 他还活着 他是舅爷爷 他害了大哥哥 陆景怀指使他杀害大哥哥 抓住他 陆朝朝死咬着牙 大声喊道 陆正月陆元霄 兄弟俩神情一领 来人 抓住他